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 尋的實況 我是Hill尋 今天來玩一點新的手機遊戲 這個呢,是之前我有實況過一些雷亞 實況過的遊戲 不是,雷亞出的遊戲 然後我目前已經實況過 Sidus、Mandora、Demo還有Implosion 那今天呢 我今天來實況的是 目前實況過雷亞第五款遊戲 然後是雷亞的第三個音樂遊戲 叫VOEZ 我相信各位看過一定非常非常的熟悉這款遊戲 因為它剛組的時候真的非常紅 那 對,既然今天是音樂遊戲 那我這邊會附上所謂的畫面 然後各位現在可以看到我的手機換成Sony 對 我的上一台手機是iPhone4s 那現在已經換成了Sony Z3 Plus 然後也就是俗稱的Sony Z4 那這台手機有個缺點就是 它很容易過熱 所以我這個實況可能不能做太久 不過 它的手機螢幕變得比較大了 那我一直很希望能夠用比較大的螢幕的手機去玩音樂遊戲 那現在 姑且算是做到了啦 那我們看一下用這台手機實況 VOEZ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吧 那我們這邊就先按下去 好,這邊要登錄一下Facebook 欸,這邊會看到我的那個嗎 好像不會,它只會顯示我的暱稱 好,沒關係 然後現在各位看完可以看到 右下角有一個 Powered by Mobizen的畫面 沒錯,我現在是用Mobizen在實況 因為我現在改用安卓了 好,這邊有顯示我的暱稱薰骨烈 然後 對,沒有顯示到我的FB啦 那我這邊按遊玩 那 我沒有記錯的話 它應該都會顯示新手教學 好,這是我剛剛玩的 我們選 我們現在 我們應該也不需要介紹太多 各位看官就 自行 自行去領會吧 本來它就是一款音樂遊戲 那現在各位看官最好奇的應該是這個遊戲要怎麼玩 沒關係 因為等等我現在隨便點一首歌進去 它都會有 就是一開始好像都會有新手教學 我們選這首 Akari嗎 Akari是不是 鎖住了嗎 我真的知道嗎 剛剛 喔,等一下我要玩那首 我玩那首 那首跑去哪 這首歌選歌 我有點不上手 我剛剛是要看 等一下喔 剛剛有首粗音的歌 我先玩那首 不是這個 喔這個,這個好像要解鎖 沒關係,我們都按下去 這首是之前 我有看我同學玩 然後我有聽過這首歌 不過 因為這帳號是剛創的 所以很多歌都不能玩 我們先 我們先玩一下12等好了 還是先玩7等 我們先玩7等好了 一開始先不要玩太難 先讓各位看官體會一下是什麼感覺 然後 這邊的速度可以調 這邊是固定3倍 然後 這邊可以看到排行榜 對 好,我們就直接按開始吧 它應該有新手教學吧 有吧 新手教學一定要一開始先播放一下 因為如果 一開始 這一開始 你要先知道玩法嗎 雖然我自己是知道了 還是要 讓各位看官知道一下這遊戲怎麼玩 好,現在等它跑一下 好,現在有新手教學 好 我們就看它播放一下 欸,沒有聲音嗎 這沒有聲音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這邊是 單鍵 就是按一下 然後這是滑條 滑條你要注意的是 這跟Love Life有點像 就是對 你要按住 然後你放開的時間也要對 然後這是 就是滑條 對 這邊是顯示一條線 但它有時候會是斜的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箭頭 就是 對,你要 比方說 左邊就是往左滑 右邊就是往右滑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那個箭頭 它是跟偶像大師有點像 對 如果你有玩過的話 就很好懂 好,現在是 再入歌吧 它應該不會閃退之類的吧 好啦 之後它那個等待的時間 有點久就會剪掉 好 有了有了 好 我們先看一下12等 不是12等 7等的威力如何 7等對我來說 應該算是簡單的 好 好 你們 剛剛有看到有一個 它是壓條 但是它 因為它那個 判定線會動 所以它那個 其實你可以當作滑條來玩 對,這個遊戲 你們實際體會過之後 你們會發現它有一個特點就是 它的判定點是會一直動的 對 這是它跟其他音劇 其他音樂遊戲不太 相同的地方 也算是它的一個特色 它就是 它那個判定點是會隨著歌曲去 擺動的 我覺得還不錯啦 這應該也是它受歡迎的點之一 好 剛剛那邊是要一起按的耶 不知道這首可不可以Four Humble 這首可不可以Four Humble 它那個判定點跳得有點 跳得有點遠啊 反而我好像蠻安靜的耶 因為 因為我想要Four Humble 所以我就會很認真 而且 這首 這首 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講 真的 我 有點想玩看這首 這首的12等 有啦 如果不小心斷康 我應該會很激動 那我就會講話 你們也知道玩音樂遊戲 啊 我剛剛沒有划錯 而且我剛剛被我贏罵髒話 我等等要消贏 我後製的時候要消贏 剛剛箭頭好像第一次出現 這邊突然變慢 很有可能就被我贏斷康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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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那 你 我 目前也看不出來它是11等是不是 等等我就知道它會突然變男之類... 感覺就是這樣啦 很多音樂遊戲都是這樣搞的 還而且它一直在擺動 它那個擺動的稍微有點 擺動動作有點大 有點太動的在幹嘛 喔~~不要斷掉x3 這邊真的是很容易斷掉的一個地方 就是那個 那個壓條 然後會動變滑條 那個真的是整個遊戲 我覺得是最容易斷掉的地方 再來就是這種箭頭 然後 各位看看可以注意到 就是這個遊戲有時候 因為它的翻聽點是 這樣直的一條一條 那有時候 就是它那個很大 它有時候會變很大 就是 你就不一定要按到那個 你可以按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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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那個範圍內都可以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呢 等等有一個15等 你有一個地方是 不得不 就是比方說 它那個很密集 你這樣 你沒有辦法 你可以 你可以在那個範圍內 你只要在那個範圍內 你可以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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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 你就會跟得上 對 一個小訣竅啦 就是玩久了你就會發現 因為 有一些得要按錯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人可能 節奏太快 它沒有辦法 然後 這個可以讓它 還是接得住 不過 這個也是要習慣 就像你在按OSU 你有時候會自己狂按 你有時候會ZXZX按 可是ZX你準度會爆掉 所以 每個人的話都有自己的選擇 我是有一些地方 我會 就是這樣連按 那 我們錄了 12分鐘 我們再玩一首好了 我們要馬上跳到 我們看有沒有12等可以打 我們玩玩看這個好了 這個13等 好我們就循序漸進 越玩越難 我可能 等等會 回去打個12等 對 好我們先玩完 然後我會大概 全部玩完之後 我會大概為這個遊戲 做個解說 然後 不是解說 評價做個心得 然後我再來解釋一下 我 最近實況的境況 那我們先繼續玩囉 好 一樣也是三倍 好13等了 13等越來越難了喔 看13等玩起來會是怎麼樣 而且還是初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實況我 我一直初見 就 很多首歌第一次玩 然後就把自己 最生疏的一面 展現給大家 好我們開始喔 啊手機是不是很燙 自己試的 很容易發燙 然後可能真的就閃退了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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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噢hhh 跳ritt Train 笑 跳跳跳跳跳 Attack 誒 剛剛為什麼蹲掉 剛剛閃的我眼睛有點痛啊 有點不一樣 這邊滑條跟單線的組合 有一點跟不太上了 誒 這是這是這是 這是什麼 有點亂掉了 誒 這樣就沒了 所以我只有79 噢 反正說已經有點低了 好啦 那個地方有一些 好像是可以這樣點按 不過還沒有快到一定要這樣 而且我一開始我會反應不過來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 我就對著點按 然後這個是日記 對 這個是有點類似劇情的東西 就是 你可能打一打會解鎖 然後你就可以看 那各位看過要先看嗎 先看一下好了 隨便找一個 看一個劇情就好了 然後 就繼續玩 因為 我們現在實況這個遊戲 我們就是盡量把這個 遊戲的元素都介紹一遍 好 序章 我們就點第一個 這看起來就是會去吃燒烤的東西 我 我現在實況的時間是11點27分 我實況完就去吃午餐了 現在看我會不會很餓啊 好 這個是按一下嗎 好吧我懂了 剛剛那個只是一張圖片而已 沒有 我沒有搞錯的話應該是吧 那這個呢 所以 所以這邊只是圖片嗎 那到後面有沒有 我到後面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故事之類 因為可能是我搞錯了 就是 他們其實都只是圖片 然後有一些可能 喔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就有故事了 好我面了一下 不要生氣啦 我今天可是有男子餐的約定 絕對不能失約的 冰箱裡有我買的布丁 是你最愛吃的那一間 我可是跑很遠到直營店買的喔 快吃啦 笨蛋老姐 狼 好啦 所以這邊 所以這邊沒有劇情 我覺得應該有吧 它是不是沒有跑出來 我不知道欸 各位看官如果說你們 你們看前面兩個 是有跑出來的 就跟我說一下 因為 我自己也沒看過日記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是怎樣 那我們再唸一個 我們唸一個 我們唸一個有故事的 喔這個應該有故事 傑西 今天謝謝你接我們練習室 Mathieu的音響有點問題 建議請師傅來檢查一下 千千 啊對不起 我明天馬上跟老闆說 這樣邊都不好的器材 真的很不好意思 傑西 喔不是啊 這個就是那個 這個就是 說話的人 這個是對話啊 不 那我練習室已經很開心了 再次謝謝你 可是用不到好的設備 還是要跟老闆反應才行 傑西你最近有空嗎 上座的 教的函數我聽不太懂 可不可以 痾 時間地點呢 好他就是問說 可不可以上課 然後時間 然後對方就問說 要在哪裡上 要什麼時候上 好啦兩個劇情 有興趣的話就都看一下 基本上要看很多格 你才可以 大概知道 因為這個東西 我之前在 我之前在那個 遊戲時裝之前 我就有在追他的粉絲專頁 然後他就是有大概介紹角色 還有一些設定 他們就是在一個 好像是海邊的一個 就是有很多東西 就是可能一個角色在經營蛋糕店 西點店 然後一個角色可能在 混樂團 然後還有什麼 好像有賣樂器的店吧 對 反正就很多 各位看官有興趣就自己去看一下劇情 然後我們就繼續遊玩 我們實況了18分鐘 那我們再玩兩首歌吧 這首玩過了 然後我們看 是不是有一個14等 我們剛剛看好像有 這邊好像都是 鎖住的 剛剛發現除了Music Box之外 還有一首15等 不過15等我們就不要出劍好了 這個也是15等 剛剛是不是有一首14等 對這個 好玩一下這個吧 我們就按一下 開始 再玩看 14等 而且是出劍 好像是出劍喔 14等出劍究竟會 怎樣呢 應該會打得很爛 可能連7都沒有 好看一下會是怎樣 然後我們就讓他跑一下 手機好像越來越熱了 他越來越 可能等等就閃退了 我要不要先讓他休息一下 好啦我們 開始吧 這個沒有 我剛剛以為他會用一個很粗的框框 我想說是不是要連打之類的 欸欸欸欸欸欸欸 呵呵呵 喔這邊很粗喔這邊很粗喔 等等可能會有連打之類的 欸果然果然果然 喔 一直反應不過來 因為出劍一定會有反應不過來的問題 嗯 喔這邊沒有斷掉 不錯 啊啊啊啊啊啊 有點 跑得有點快 喔我叫的那麼大聲 會不會有看官抱怨 嗯 花條 好 通常如果你看到那個 很粗的時候 你可能另一隻手就要在那邊預備了 有點不太妙的感覺 欸 不知不覺就200多combo 之前有打過這麼多combo 兩賣九十八欸 這個是出劍嗎 這個我沒有印象我有打過 你看我可以在這邊按都沒有問題 就是在那個範圍內都可以 欸欸欸欸欸 那個那個已經不知道怎麼換手了 那個那個已經不知道怎麼換手了 那個已經不知道怎麼換手了 不過我有點狗屎韻欸 這樣都可以不用被斷康 會不會4combo啊 還是我一開始有斷過 我忘記了 欸他那個是 他那個好像有點像在拋街球欸 我這樣有點不知道怎麼按 欸 我斷康了斷康了斷康了 斷康了 欸搞不好可以4combo欸 我全部只有斷 我好像全部只有斷那個地方欸 我這個多達幾次是可以4combo 我有點意外欸 14等打成這樣 還是這個是14等裡面比較簡單的 我是初劍對不對 我初劍打這樣 我覺得有點爆發欸 還是我太狗屎韻了 我其實覺得這個 這手其實有很多 很難的地方 可是 兩miss嘛 斷在最後嘛 一開始好像沒有斷 我這個要多打幾次 搞不好就4combo 好我先不要打這首 我回去私下再練一下 這首 這首還不錯欸 因為他最後有點拋街球了欸 就是他那個 他不是從很遠的地方丟到 比方說最左邊跟最右邊 那個還蠻有趣的 好啦我們就來玩music box吧 其實music box有些地方 真的是我目前還沒有辦法 可是那個算是我比較熟的15等 嗯 music box是在這裡吧 這裡啊 這裡 這裡 這裡嗎 嗯?在哪裡 好這個吧 最後一首 我們實況23分鐘 差不多了 最後一首 15等 15等 打起來都會怎麼樣呢 我們就玩玩看 目前最高分數是76 不知道可不可以刷分 我打吧 好今天最後一首 然後我就稍微做一些 做個結尾 講一下遊玩心得 跟介紹一下近況 好我們先把這首玩完吧 我頭一直撞到 我頭一直撞到我的平板 我用平板在錄音 啊 有點滑太快 欸欸欸我的我的手機 這樣會不會錄不到 這樣會不會錄不到 等一下 暫停鍵在左下角 對不對我真的要看一下 欸剛剛沒有滑 沒有沒有辦法 那邊 那邊 一時反應不過啊 暫停 好還錄得到還錄得到 我剛剛超級擔心的 來繼續繼續 我剛剛超級擔心會不會 因為我不要已經滑了 他就超出錄影範圍 我覺得我這邊有一些 不該犯的錯誤都翻 喔這邊這邊超難 這邊超難 你這邊要趕快趕快 方向錯亂 方向錯亂 因為 因為你看到他那個範圍很大 你就是趕快在那邊放兩隻手 然後 我是左手負責往左滑 右手負責往右滑 然後 不知道欸 如果你看到我做的是相反的事情 表示我已經亂掉 等一下 就這樣玩完了 七五 有一些 有一些地方其實可以 不用讓他十五的 有點可惜 然後 對啊 目前我實力大概就這樣 就 就 很菜 沒有啦 就 反正 反正沒有很厲害 對 大概就是這樣 今天試完了 大概五首歌嗎 還是四首 然後 我們 先回到主畫面吧 下一首 然後 回主畫面 好 這是我的主畫面 然後這款遊戲 對 這個是由雷亞所推出的新的音樂遊戲 然後 這款遊戲 它可以 它跟 其他以往 Sidus Demo不同的地方在於 Sidus Demo是用買歌的 然後 這款遊戲是 就是 你透過打歌來獲取這些 好像是 小鳥雞蛋糕 然後 就可以 換 換歌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客金的方式來 購買這些 小鳥雞蛋糕 好像是這樣 我記得是這樣 然後 它大概每個禮拜都會更新 就是 有機首歌是免費的 然後大概每個禮拜都會換吧 我記得是這樣 那 這款遊戲 它下載 不需要花任何的錢 只是 你可能之後可以選擇用客金的方式去換歌曲 那 我覺得 在 跟以往相比 就 BOEZ算是比較 良心的一款遊戲 那 對 可能是差不多 因為 我Sidus Demo 基本上 沒有課什麼錢 所以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目前表面上看來 BOEZ算是比較良心的一款遊戲 那 它的玩法 我覺得很棒 對 我覺得很棒 10分我會給8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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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15等 對 我最快可以玩到15等 16等還沒玩過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然後我覺得刺激度都夠 那 很棒 然後 大概就是這樣 那各位看官如果 聽完 我這樣講 還有看過我剛剛玩 你對這款遊戲有興趣 歡迎 目前App Store 跟 嗯 那個 Play商店 都有 VOEZ的下載 那 我現在不是在打廣告 我也不是 收爾雷亞 多少錢 我是真的 真的 親自玩過之後 覺得很好玩 所以 推薦給各位看官 然後 再來就講一下我目前實況的境況 對 嗯 目前 我 剛經歷過 目前為止 從 一上到二下 四個學期 最辛苦的一個學期 就是二下 我不知道 三上三下 四上四下 會不會更辛苦 但我目前 四個學期 最辛苦二下 我 幾乎一部實況都沒有出 因為我真的很累 那 我成功 那我現在在這裡 我要繼續做實況 那 目前先用 先用 這部VOEZ的影片 告訴大家 我很好 我沒事 我成功來了 接下來我會繼續除 之前 斷掉的 我會繼續 那 希望各位看官可以繼續支持我的實況 然後 差不多在這個暑假 我會推出 100 200 300訂閱的回饋 那 各位看官可以期待一下 那之前 一些什麼 私底派對阿 烘鬼阿 然後我不知道 絕對零度 現在改名叫 蒼藍幻翔 出了沒 出了我就會繼續實況 那 希望各位看官可以繼續支持我的所有實況影片 然後也 謝謝各位看官一直支持我到現在 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 我到目前為止真的是受到很多阻礙 然後可以回來繼續實況 我真的很高興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樣是不是很感性 總之 真的阿 真的就是這樣 好啦 那我想明天的實況 就先走到這邊好了 Let's go in the episod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按個 喜歡 想繼續看下去的話 可以在我旁邊按個訂閱 從今天開始才會看過嗎 別忘了在影片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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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動力唷 別忘了記得按讚 好啦 那想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白米 我是希望這邊 不要出現失誤 因為這邊 不難 就是有一定的順序